哈囉大家好我是平白姓 今天要來跟乖來做教學的是如何用這個 雷電模擬器的這個腳本的部分 來教大家如何快速領Gage Point 因為Gage Point他領的 太花時間了太花時間了 那大家可以先看到我已經先開出來了 Gage Point的這個商店裡面 這個Play Point 使用 你先把這個地方開出來 你先把這個地方開出來 因為我點數比較多一點點 那好我把這個天堂的成長藥水放在最上面 你這個線都要瞄好位置喔 因為我剛剛有點失誤 他好像例如說你點這裡他可能不小心點到下面 他給你換這個你就哭了喔懂我懂嗎 那差很多這個是15倍喔 這兩張都不是我要的 那我要是這個成長藥水 那我抓好這個距離 那位置大概是要在這裡 好那我們先回去遊戲當中 先等遊戲回復正常好了 好現在遊戲回復正常 然後我現在可以開始錄了 我先確認一下我這個是不是同一個位置 然後位置是一樣的OK OK OK 沒問題 好 那我們現在開始做腳本錄製的動作喔 開始 你聽我數的秒數喔 來換上面這個 1秒 2秒 1秒 2秒 1秒 2秒 3秒 4秒 1秒 5秒 5秒 開啟用程式 點進商城 2 1 2 3 離開 停止 停止錄製 好簡單來講 你在做讀取的時候你給他兩倍時間 平常的時候你用正常的時間 懂嗎 讀取的時候你給他兩倍時間 那你現在用兩倍數的話 他就會 可以製造出 嗯 讀取的時間他幫你算進去 那正常的速度你會變兩倍 齁 給各位看一下結果齁 裡面你去調整手動 停止循環 所以你手動停下才在停喔 那我現在調了兩倍數 保存之後 玩play給各位看 看一下結果是長怎樣 現在他會用兩倍數來去執行 有沒有 這個動作都是兩倍數 讀取的時候 你看速度我會抓到剛剛好 這也是這樣我給他兩倍時間 我剛剛講五秒多一秒給他 聽得懂嗎 進去出來 OK 完成結束然後再第二次 有沒有 這個腳本是完美腳本你知道嗎 完美腳本 OK 了解嗎 這樣看得懂齁 這樣可以幫助大家快速換你要的東西 有沒有 讀取的像這個讀取的時候 你就 你在錄的時候你給他兩倍的時間 那使用的時候 就是其他東西你就用正常速度 那你 因為只是滑鼠做移動的動作嘛 所以這樣動作會很快 所以你看像我領取速度這樣來講 是算蠻快的 OK嗎 那這個方法分享給大家 讓大家參考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 我們很快就領了好幾瓶了 以這樣方法來領的話會速度蠻快的 OK 了解齁 沒問題齁 那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右下角按個訂閱 右下角喜歡 訂閱旁邊的按小學 隨時可以收到百姓第一手的金 分享消息 教學消息 下次見掰掰 掰掰 掰掰